那你今天也自己开了这个影视公司 你也带了很多艺人 这个公司签了一些艺人 那些年轻人出来的时候 你会跟他们说什么呢 可能会专门有经纪人会跟他们说吧 但是他们会跟我拍戏的时候 我觉得说一点小小的东西吧 其中会不会最大的一点就是说 别人怎么评论的话不要在意 我说就是别抱怨 别含泪别抱怨 好好做加油 杨幂用二十部戏养了一只白眼狼 解约后反咬一口是老板不行 说起杨幂 相信很多小伙伴们对她肯定是非常熟悉的没错了 她是娱乐圈内的知名女星 堪称收视女王般的存在 因为杨幂现如今早已成为了收视的宝障 几乎只要是由她出演的戏 一般只要一上映 那收视率肯定是稳的了 大多数口碑以及反响还都很不错 杨幂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女孩 不仅在娱乐圈内的事业打拼得如鱼得水 她还非常高情商且有商业头脑 众所周知 杨幂也是有着自己的工作室 她曾经更是家行传媒的艺人 她旗下就签约了不少艺人 当起了老板 大家都把归于好老板的系列 为何这般说呢 其实圈内一些叫火且有名的明星 也同样给自己旗下签约了不少艺人 一般老板就是要多提携自己旗下的艺人的 只要有机会便都会想办法把自家的艺人给带红 但是就有那么几位艺人明星把艺人签约在自己旗下 却并没有给予好资言 因此也背负了被耽误了以及不是好老板的罪名 但杨幂就是完全不会的 作为老板 杨幂总是借机用自己的资源来提携自己旗下的新人 况且她签下的艺人也大都很争气 很多新人在杨幂的帮助下大都已经享有名气 在圈内绝对是算不上差的 当然在其中最有名的还是要当属迪丽热巴了 迪丽热巴就是杨幂这几年来力捧的对象 也是捧的最成功的一位 迪丽热巴自从出道之后 就被杨幂所挖掘 签为自己公司旗下的艺人 而迪丽热巴就是在杨幂领弦主演的古装剧《三生三世实力桃花》中饰演白凤九一角成功走红的 迪丽热巴自此之后 资源也越来越好 接到了好的剧本 以及参加了不少综艺节目 人气高涨的迪丽热巴近些年来在娱乐圈内的发展就是极好的 成功跻身于一线女星的行列 热度以及知名度甚至都不亚于自己的老板杨幂呢 而这时便就会有人疑惑地认为杨幂这么力捧迪丽热巴 难道不会害怕她还火锅自己吗 而杨幂就曾在一档综艺节目上面回应了这个问题 她表示一点都会不会 自己反倒是非常高兴 因为她是他们家自己的艺人 迪丽热巴好 就代表公司好 公司好 自己肯定也好 不得不说 杨幂的情商简直是太高了 一些人呢想挑事 就说你看迪丽热巴那么火 你担不担心 我说这有什么好担心的呀 她是我们家的艺人 她好 公司更 热巴也在我们公司好像三四年了 然后也接触下来 长时间接触下来 觉得就人品啊 就是工作态度啊 真的都挺努力的 也都挺好的 然后你在他们身上看到很多活力 就是对 你也会跟他们互相学习吧 相互成长 可能也就会有人会认为杨幂天性了 但实则并不是的 杨幂还是很公平的对待自己旗下的艺人 只是有些人终归就是在这么捧都红不了 这也是没办法的 早先杨幂在力捧迪力热巴之前也是曾努力捧过一个女星的 用二十部戏来捧她 结果却养成了一只白眼狼 解约后甚至还反咬一口 认为是老板不行 是公司不给资源 自己才解约的 那个人就是出演过漂亮的李慧珍中韩雪这个角色的王亦菲了 简直是连网友们都看不下去了 因为在这个偌大的娱乐圈内 明星要红都是说不准的 不是谁能够决定的 但资源就是第一步了 对于很多艺人来说 能够拿到二十部戏的资源就已经很不错了好吧 结果王亦菲却不好好磨绿自己的演技 偏偏认为就是老板不行 公司没给他资源才导致他不火的 这也让网友们都纷纷直呼 我想杨幂竟然也有看走影的时候 我觉得更多的是像朋友吧 更多的是像朋友 他们经常就是开各种玩笑 像我前段时间我手机被刷机了 就是里面的乱七八糟东西 我都没的微信啊什么这些都没有了 然后热巴还给我发微信说 你手机被刷机了 我说对 他说那你手机一张照片都没有 我给你发一些我自己的照片吧 要不然多可怜呀 我说手机放你照片干嘛 你走开吧 滚开吧 谢谢 那类似于这种 就平时就会乱开玩笑 对此你认为呢 欢迎留言评论